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芳芋型装修材料 点起辐射和屏毒的影响 而有些花会能够吸收一洋花碳二洋花碳 玉树是一种典型的蓝汉花了 玉树养不活 大都是被咽死的 很多人养玉树 就会出现玉树不过下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 玉树很难度过夏天 有的人在夏天给玉树拼命的搅水 生怕玉树卡扎了 其实这是害着它 玉树是比较好养殖的 只要脱上熟绥 不暴晒 平常搅水 要掌握建安建式的院子 把它放在有散伤光的地方 偶尔实在消息 玉树就能生长得很好 像客厅 是接待朋友 和一家里活动的主要场所 也是天气扶持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由准备性的选择一些绿色植物 像大型的八台树 弄天赋 八星墨 天客来 灯 每家的阳台采光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家的阳台 光线比较强的话 可以选一些西洋性的话 像金橘 桂花 七里香 灯 在悬管部位 我们可以摆放 法材树 清洁楼 绿螺 融服 灯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餐厅是我们家人 每天用餐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餐厅的墙楼上 摆上一些大型绿植 你想幸福树 牙掌木 平安树 都是比较好的 这样极桓花 精华空气的效果很好